第二天呢 这碾军打草战场 有一个16岁的小崽子 叫张皮梗 发现了在小树林里 受了重伤的僧王 就这样啊 立国战功无数的 大清克尔沁亲王 僧哥林沁 就死在了一个 小太平军的手里 不过这小王八高子 也没得着好报 没过几年呢 就被山东巡抚 丁宝珍给逮着了 这丁宫宝啊 请了皇王圣旨 就在山东济南府 把这小子给凌迟处死了 走进古迹讲故事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石 昨儿咱们小片子就提到了 今儿我要给您讲一个 真正的葬在辽北大地 清代王爷的故事 那么这位王爷是谁呢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 大清晚期的铁帽子王 僧哥林沁 僧哥林沁 是清朝的一位蒙古亲王 有朋友就说了 这蒙古亲王他不值钱 您到这内蒙 东北您瞧下去 只要有一个叫王爷府的地方 那就有一亩地的蒙古亲王 您说的没错 不过这僧哥林沁可不一样啊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蒙古历史人物 曾王啊 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族同胞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曾王啊 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这亲史稿上他写的明媚啊 曾王的忠义啊 是与生俱来的 要说这曾王的出身呢 还是有点故事的 曾王啊 四等台籍出身 这四等台籍啊 他听着不低了 属于是蒙古贵族第四等 但是呢 这第几等没用 这家里穷啊 他是正格的 所以啊 这个小小年纪的曾哥林沁呢 就被送到这雍活宫的喇嘛庙里啊 做了喇嘛了 其实呢 这三个林沁呢 他不是一个蒙古名字 他呀 是一个藏语的名字 这三个林沁呢 他有一个同族的大爷 叫索格纳木多不吉 这人可牛了 他是啊 克尔沁草原的王爷 是嘉庆皇帝 三女儿孝敬和硕公主的老爷们 可是他千好万好啊 这公主两口子 他没儿子 就在族里的少年啊 他要选一个过季子 这会儿啊 他们就看中了这个年纪轻轻 十五岁的 森格林沁了 这下一来 这森格林沁的身份可就不一样了 他一下子就成了 克尔沁草原的少王爷 嘉庆皇帝的外孙子 道光皇帝的外甥 祥丰皇帝的大表兄 森格林沁 骨子里就有蒙古族汉子的 忠永刚直的性格 所以说他历经的道光 咸丰 同志皇帝啊 都对他十分的信任 十分的重用 清朝的时候 社会地位最高的民族 那肯定就是满人了 这个森格林沁呢 他去做过管满人的官 他历任过好几个满洲八旗的都统 可见着僧王在皇上心中的地位啊 这老僧王啊 在我心里呢 绝对是民族英雄 爱国将领 咱们首先说吧 1857年 僧王以钦差大臣的身份 负责天津防务 1859年 第二次鸭片战争 在大谷口海战当中啊 大败过英法联军 这次战役 炸死英军四百多 炸臣敌剑 森艘 是一压二压加在一起 大清国少有的大胜仗 说到这儿啊 有僧王的黑坟 又该言语了 说你忘了说 八里桥大战了吧 在1860年 不就是这森克林庆 把大清国最后的一支 骁勇善战的满猛铁骑 填陷在了通县的八里桥吗 清军损伤三万 联军直死五人 说这话的人呢 从小而他学的都是会诗 看的都是一些啊 天天黑近代史人写的书 八里桩战役之后 经大清国朝廷 兵部最后统计 参加八里桥战役的满猛骑兵 最终撤到北京城呢 有两万多人 也就是说呀 连死伤带逃跑 不足一万 都说呀 这联军呢 只死伤五人 英国人死多少 我不知道 这法国人啊 可是有当年的军事简报的 这简报上啊 向法国朝廷汇报说呀 在这次战役当中 法军一共损失了 一千八百多名士兵 我就不明白啊 咱们这近代史 就不能按照法国人 这军事简报改改吗 抹黑前朝的军事将领 以及军事战役 就那么有意思吗 八里桥大战以后 僧王急的就要抹脖子 还是这咸丰皇帝 给拦了下来 这咸丰皇帝说呀 还是要留着爱卿的有用之身 以后啊 是国家会有大用 果不其然呢 没过几年 太平天国在南方造反了 直立山东河南一带 也闹起了脸军 响应南方的太平天国 长毛贼 僧王爷临危授命 带领克尔沁草原的蒙古骑兵 入山东是清剿叛贼呀 开始啊 打得还挺顺利 并且啊 斩获脸军的首领庶人 哎 这会儿的老王僧格林沁呢 也是没把这脸军当回事 在这山东合则的高楼寨 轻敌军一下子就中了脸军的埋伏 结果呢 是全军覆没 第二天呢 这脸军打扫战场 有一个16岁的小崽子叫张皮港 发现了在小树林里受了重伤的僧王 就这样啊 立过战功无数的大清克尔沁亲王 僧格林沁就死在了一个小太平军的手里 不过这小王八高子也没得着好报 没过几年呢 就被山东巡抚丁宝珍给逮着了 这丁宫宝啊 请了皇王圣旨就在山东济南府 把这小子给灵池处死了 并且在他们家搜出了僧王的一挂愁珠 僧王爷死后 两宫皇太后以及同治皇帝过府举哀 将僧王爷的遗体 风光大葬在克尔沁王爷的家族墓地 今天的辽宁省法库县 四家子乡的公主陵村 位于这里的八户山 荡着不知道多少位蒙古王爷 曾王陵啊占地七十亩 在村东马鞍山的山脊上 也是分内墙外墙前殿后殿 气势恢弘啊 不过今天除了门口这对石狮子之外呀 也就剩下小院里的这块归服大碑了 1948年前后 这里是东北解放区 很幸运的 比全国其他地区土改呀 又早了一步 也就在这一年 土改工作队拉平了 这里所有王爷的王爷坟 并且绝出了这位草原英雄的遗体 据当事人回忆 僧王的尸体出土以后啊 身高啊 大概是一米七二左右 胸前有两处致命刀伤 左叶窝和右叶窝处 大概十厘米长度 尸身重现天日 随风而朽 也就被随随便便的埋在了附近 哎 要不是还得长途骑行 我真想在这儿啊 和这位老英雄喝一杯 下次 下次一定带酒来 不醉无归的祭奠一下 这位民族英雄 咱们呀 继续赶路 下一站是哪儿啊 几十公里以外 曾王的孙子 纳尔苏的墓地 什么 您问有故事吗 当然有啊 比曾王爷还热闹 这纳尔苏啊 是慈禧太后的绯闻男友 并且呀 从细节上分析呀 这事儿 它十有八九 还是真的 哎 您要是喜欢听啊 您就留言区 杠我一声 要不 您就长按点赞 来个超级赞 我就知道您 迫切的心情了 只要您乐意听 我就乐意讲 我是走进古迹 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呀 明儿见